接下来我们为您进行一个所谓的播报新闻的动作 观众朋友请问这样的讲话方式您觉得如何呢 有些人觉得没差反正可以听懂就好了 但也有人觉得这实在是让人无法忍受的语言癌 而中山女中的国文老师张辉成就认为 要防止语言癌 没别的就是要鼓励学生多多表达意见 他说台湾的填鸭教育 鼓励学生上课不讲话只要不断地动手抄笔记 不过他也说这样子一来学生就没有机会训练表达能力 才会讲话词不答应 因此他鼓励学生分组练习 踊跃讨论上课甚至会主动抢答 久而久之自然就不会得到语言癌 也就不会出现做到嘴对嘴的动作这样的句子了 有做一个拥抱的动作也做到了嘴对嘴的动作 民族阿基斯开记者会是这样说明他与女子的关系 这样的句型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动词后再加三个字 这类的冗词罪字像癌细胞一样 扩散到日常生活中 这叫做语言癌症 甚至还蔓延到官员 下架的一个作业 卫生局已经给他进行封存的动作 罪字变多词不答应 站在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很有感 不叫老师认为现代人使用的词汇变少 和阅读习惯改变也有关系 手机因为它是或许你说它画面小 所以你看到的资讯是比较片段的 那在截取片段的时候 相对对于你的文字的全面性的理解 就会有影响 手机划个不停 现代人习惯阅读短文 思考力弱化导致词汇不足 影响表达能力 另外还有国文授课时数减少 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当你节数少的时候 那课文相对的话 教材就减弱了嘛 所以很多经典的文章 就变成是被迫消失了 无法言简易改 语言癌症似乎已经蔓延全国 但年轻人却不以为然 我觉得意思到了 然后大部分人能够理解就好了 说话就是为了要表达让对方理解 听得懂就好了 对 虽然有时候也会觉得说 没必要讲到这样 可是其实就有时候是那个感觉吧 年轻人觉得能够表达意思最重要 只不过国人表达能力不足的情形 可已经受到教育部的重视 演艺学策和指考 从107学年开始 将国文作文改成语文表达能力测验 独立实施考得更深入 也有老师建议学生可以这样练习 说话三分钟之后 我们让他录下来 然后自己去听这里面的用字 有没有哪些字 不断的重复的出现 口语表达能力 攸关人际关系和职场能力 把话说得好 也可以提升个人竞争力 UTV男人山里中线 台北报道